另外一个有趣的工作跟蜜蜂有关 科学家观察 全世界的蜂类正在大量消失中 可是一般人首知的是 占蜂类15%的蜜蜂和虎头蜂 这一类社会性蜂类 另外85%的独居蜂 却被人类忽略了 在台湾这三个青年 念台大昆虫戏时 接触到独居蜂 才发现这种不产蜜 独来独往的蜂类 才是植物之间最重要的授粉大军 但随着气力被破坏这些因素 独居蜂在生存上面临很大的挑战 于是他们仿造了欧美作法 展开旧蜂大作战 盖起了一座又一座独居蜂旅馆 推广城市养蜂 可想而知 这过程是困难重重 因为一般人对于蜂类不够了解 很怕被钉 再加上父母亲担心 这份工作三餐温饱会不会成问题呢 但单纯的使命感 推着他们往前进 还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同行 饭香的时候就是会盆盐 就是会让西洋风能够 比较不会那么遭动 一提到风 大家脑海里浮现的画面 可能是一群四处彩蜜的蜜蜂 香醇可口的蜂蜜 但王婷硕 福尚睿和谢宗睿三个大男生 提倡的城市养蜂 要养的不是这种 大部分的人 他们所知道 所熟知的蜂 都是所谓社会性的蜂类 那社会性的蜂类 就像是蜜蜂啊 虎头蜂这些 一般民众可能最容易了解的蜂 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上 85%到90%的蜂 他们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居住的蜂 他们在台北市这处公寓顶楼盖起一座座蜂旅馆 邀请独居蜂入住 跟一般蜜蜂不同 独居蜂不产蜜 独来独往 见到人还会害羞的转身而去 这支有可能是蜂蜂 我觉得是碎蜂 碎蜂 是碎蜂 是碎蜂 怎么 它在返花 应该是碎蜂 2015年同为台大昆虫系 朔博士生的他们 在实验室里研究蜜蜂生态和行为 当时就像这样 发现上门返花的不是蜜蜂 而是独居蜂 产生浓厚的兴趣 转而研究独居蜂 它喜欢住的是断掉的竹子 断掉的木头 这听起来都超级像垃圾 但是它在台风过后一定会有 然后我们在都会区 你一定不可能让这些东西 留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面 所以它很快就会被清洁队全部都撤掉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它的栖息地 全部都清掉 把它的潮 能够足潮的地方都清走了 这个国际上其实是有做研究 他们有发现独居蜂的数量 其实跟蜜蜂一样 它们都在消失 只是相对来说 大部分人只关注到蜜蜂 这近十年来才开始有人注意到 独居蜂的消失的问题 那它其实会影响到 我们的一些食衣住行 哈啰 阿璐在家吗 早安 来看看你家旅馆 今天状况如何 它里面有没有封入住 应该是有啊 只是说它因为盖得很完整 刘伦秀和先生儿子 六年前开始在住家养毒居蜂 封旅馆开征 入住率很高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住在这边 对 我们住在三下 对 就在城市里面 那我先生他就是看到 他就逛街 然后看到就是看到独居蜂 对 他就很好奇 把它买回来 也是会怕 我说为什么要在家里的窗台 要养一窝蜜蜂这样 对 没有 他就说就试试看啊 就啊 就试试看 我们可以观察 那我们跟你讲到什么 看到突然就想买 就是爱买东西啊 先生是在逛街时看到他们三个人摆摊 好奇心十足的他买了风旅馆回家 观察久了一家三口变专家 都没有昆虫毒居蜂来入住的话 对 你就会开始想说 我们的环境到底出就是发现了什么的问题 像它这种风它都是吃其他 通常都吃起来零翅木的幼虫最多 然后零翅木的幼虫 几乎他们都是吃植物的 它如果植物被撒药 那它们的幼虫就没有东西吃 然后老是他们的这些毒居蜂 他们也没有东西吃 所以它是我们观察生态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 是 是 但推广过程其实不容易 光是要告诉大家 独居蜂不会遮人 就得废一番唇舌 怕别人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总是不厌其烦的一再解释 他们一定就会问说 那我可以从里面获得蜂蜜吗 不然的时候他们就疑惑 那我要它干嘛 可是我们就会把后面的东西再给它 我们会释出不断地释出一些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关注这样的风 既然它不缠密 那它有没有其他的 在生态上有没有其他的功能 老师好久不见 对对 今天带一些最近收到的新版片的给你看一下 对啊 好啊 太赞了太赞了 他们也走进校园里 指南国小本来就有个爱风诚挚的老师邓淳淳 利用课余时间带着孩子观察读之风 走了啦 老师好 老师好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介绍折合旁慧果肉 因为最近折合旁慧果肉常常来这边 这群孩子不怕风还常常像这样挤在风旅馆前 看看是否有独居风来做客 在他们眼里风类行为不是生意的科普知识 而是有趣的观察 每天早上有空就来看 看就是去拍照 然后看他们有没有足藏 或者是看他们有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独居风也会有打架的行程 就是比如说进到别人的家里 然后里面家里 自己的主人回家之后 都会在里面打架 然后逗一逗 你有看过 有 这五年来 我观察到了应该有20种独居风 这是一个历程 就是我们观察的历程 对 然后 我当然要收起来 我们做了很多的记录 不只是小孩 大概所有的大人都是 谈风色变 那在我们学校 几乎不太会有谈风色变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四栋这样的旅馆 我做了两次科展 带小孩做了两次科展 那是就是说很深入的观察 某一种风的行为这样子 土居风它去切完叶子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留下来的痕迹 然后把它压成标本 进了工作室 三个人也不得闲 连标本都做得美如装饰品 为了拉近自然与人的距离 他们从小细节做起 原本的标本应该长得 看起来一般人会觉得 好可怕 这不就是昆虫学家 自己要看就好了 那我把它做可爱一点 像至少我们在百货公司 它跟我们合作展览的时候 他们都会愿意把它挂在他们的种庭 之前好多人想要买这个 但因为我们没有卖标本 把整个形象做得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是大部分的民众接受度 是可以提高的 他们对这个议题的接受度就会变高 意识到推广环境议题 一定要走出同温层 甚至跨界和百货化妆品公司合作 真的会有人 就是他其实就是买化妆品 他根本没有要这个旅馆 但是他买了之后 他有这个旅馆 他放在他家的院子之后 终于有一天有风来住了 然后他才开始回去问那花围民公司 那是什么 他放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是真的有风来住的时候 他会去查他会去问 他就会开始想要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就尽量去跟这些不同单位合作 才不会让我们这个议题 一直好像都在同温层 就是只会推广给那些 一直都在关心环境的人 一关一关突破 付出慢慢开花结果 现在全台已有上千栋风旅馆 名列亚洲第一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疑虑 尤其是我把这件事拿来当成 我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来做的时候 大部分人一定会觉得 哇天哪你做这个到底会不会以后会饿死啊 或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这是 地球其实是大家要共同守护的一个概念 这件事情我们不做的话 到底谁能做 然后如果我们都做不起来的话 真的有人能做得起来吗 我们搭配了这样的专业知识 有心好好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把它推出去的话 那我们到底这件事情应该交给谁去做 有一种只能说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吧 不见得能让荷包占满满 他们凭着一股单纯的热情和使命感 为独居风发声 一座座风旅馆 都蕴藏着改变环境的希望